都说时尚圈怪人多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位 充满叛逆精神的怪咖设计师 怪到什么程度来看作品 你可能会瞪大眼睛惊呼 这是什么 他的作品让人叹为观止 但又忍不住多看几眼 他就是Peter Carlson 这位来自瑞鼎的设计师 曾在纽约知名的帕森斯设计学院 和伦敦的中央圣马丁学院求学 在这些顶级殿堂中 他锻炼出了天马行空的设计理念 像之前我们看到的大脚怪兽鞋 泡泡外套 就让他在时尚圈一举成名 此外 他担任创业总监的AlphaFive品牌 研习Beat的创业精神和探索精神 举办了两场充满趣味的时装中发布会 第一场集结假摔 让每个模特在固定位置摔倒 粉刺炫富的虚伪 而另外一场FakeIt C-O-U-BreakIt 则粉刺那些所谓的完美人设 我特别喜欢他的一句话 时尚不仅仅是关于美丽 而是关于挑战传统 改变观念和引发对话 在挑战中重新思考规则和现实 打破束缚 生活才有更多可能 你同意吗 这也是他故事 喜欢就点个赞吧 好 好 好